很多朋友说吃脂肪会肥 究竟是否不用吃 或者以后都不可以吃脂肪的呢 我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好,我是专业养师Sara 其实脂肪是否真的不可以吃的呢 但脂肪是对人体非常重要的 只要我们选择好的脂肪就不怕了 因为脂肪有分好脂肪和坏脂肪 坏脂肪包括两个大类 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 而反式脂肪的食物 譬如说薯条、牛角包、酥皮蛋撻 这些就含有很高的反式脂肪 其次含有高饱和脂肪的食物 例如一些肥肉、忌廉、猪油 或者是一些高温油炸的食物 都有很高的饱和脂肪 而这两类不好的脂肪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 和令到我们的体脂非常之高 而我们只要进食一些好的脂肪 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心血管问题 包括了一些橄榄油、牛油果 或者是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还有我们多些进食深海鱼 譬如三文鱼、青鱼等等 一些含有奥米加三脂肪的食物 都可以增加到我们身体一些好的脂肪 所以脂肪是完全不用戒绝的 只要适当地去选择就OK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